就只有这些资料 那你刚刚提到有一点 我当时觉得很想再追问一下 就是说在一个很难判断的情况下 其实民事也好 刑事都有这种情况 就看起来两边都有道理 然后两边都齐情可敏 那这时候你非要分出一个胜负来 那你是不是这个 人家我看法院的那个logo 都两个天平嘛 我觉得很难保持那个完全的工作 因为新政是难免吧 其实就是 有些人有些人夸口啦 说我看到这个人几分钟 我就可以知道他有没有犯罪 其实我觉得不应该这样 因为我们要保持一个 任何人到法庭上来都是无罪的 那你原告呢 就检察官嘛 在刑事检察官 那在民事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当原告 你要举证说对方有犯罪 这个是叫做当事人进行主义 如果民事这样的话 我们就很好才嘛 那你原告挤不了责任 那我只好判你败书咯 那如果是刑事的话 就是因为他不是完全 才当事人进行主义 他希望法官啊 就好像包青天一样 要去查案子查清楚 那这样的话就是 变成法官监警察官的角色 又半面不好 所以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检察官他 他没有算你几件责任 那可是我们呢 常常会判了他 比如他判无罪 但是很可能 上级刑法案就 说你不对你要再查 所以这最痛苦的 就再查 所以他不会 就是上级他不会 因为你判了无罪 他就停了 所以你就没有查清楚 还要叫你再查 简单会上诉 那就从头再来变 就是你判无罪 简单会上诉 你判有罪 被告会上诉 就上级神之后 你这个没查 又不然划下来 难怪我们的司法会 会这么麻烦 那么速度会这么慢 大概是跟这个都有关系 那刚刚你有提到说 在判的时候 这么多年的 法官生涯中间 你有没有一些时候 感觉到自己很无奈 无力 你刚刚提到 人不是神 那非要有一个事 会黑白出来 那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 有的时候弱势的人 还不一定能够成功 我们是这样 就是说 很多法官 他们就觉得说 法官检察官 他们觉得 会很痛苦 就是 他们会 怕误判 你判一千件 总是有误判的时候 那这是一种痛苦 那另外一种就是 案子太多办不完 但暗读老刑 有些办到 生病死掉的也有 然后有些办到最后 就是 怎么讲 错误太多的 然后自己也觉得 自己品质太差 所以这个 案件护回量太多 这个问题呢 是 法官最痛苦的地方 还有没有办法去 防止说 永远都是 对的 这个是 因为人不是神嘛 所以 在这个意义里 我觉得说 有时候法官 压力会比一般人大很多 对 我想今天 很难得 请到曾经担任过 二十多年 法官的高风贤 他来到我们的中间 跟我们分享到 有关于做法官 其实内心 大家看他很高高在上 其实他内心 也有很多的挣扎 包括他会不会误判 包括他证据够不够 那么也包括 他是否真正了解真相 也包括说 他有没有时间 看得够详细 因为案子太多了 那这些都造成他良心的一种折磨跟挣扎 我们要记下广告 稍微回来继续讨论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再回到警报现场 我们今天为各位进行的题目是 防暴安良女监委高奉先委员 那么高委员有二十多年的时间 都在担任法官的工作 那这段时间很漫长 那我想请教一下高委员 就是说 在这么漫长的法官生涯中 你看了很多的人事之间 彼此告来告去啊 不管是 这是民事的方面 不管是家庭的案子 或者是钱的纠纷 遗产的纠纷 或者你也看到很多刑事案 你觉得我们这个社会 是不是很可怕 我记得 以前我刚当法官的时候 我就问一个女法官 她比较自身 我说学姐 你为什么不办家事案子 她说我自己家事 我都烦恼不了了 还烦恼别人的家事问题 所以就是 基本上我觉得 台湾人好像很喜欢 好送 很喜欢到法院来 虽然比如说 我常看到 比如说 以前党外人士 或者是民进党人士 很喜欢说 这个法案是什么 国民党开的 或者说 这个法案司法已经死了 但是呢 他们很喜欢来法案告 一直在喊司法师 也很喜欢来法案来告 那 表示说 大家还觉得 虽然 这个司法呢 不一定会 站在我这边 但是至少我还是 所有里面 我还是比较信任他的 那再来就说 反正我告你 让你跑法院 那我也开心 就是 我就是给你拼了 这样搞不好 还会演 所以这个心态 也是很难理解的 而且我们告 那不会花太多钱 就不像美国 他们 哇 非常的贵 那所以 而且他们法案 排很久 那我们法案是全包了 多少按照 我全部吸收进来 全部给你办 那这样的话 让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你 他你确定了 还要再审 还要上上诉 就很多 这样永远告不完 告不完 对 所以法官 永远都有事做 对 而且会忙得要死 对对 刚刚提到 就是我们国人 非常好送 有什么事 就是说 好我们去法院 法庭见 有点这种味道 有的时候 借着告人家来报复 就是让你跑法院 那给你扯不完 那另外 你刚刚讲到一点 很有趣 就是说 我们现在 法院也扯到政治 那么 不管哪一党都讲过 什么司法已死 那天马英九 好像都讲过 觉得说 这个司法不公 那么但是呢 大家就很期待 法院又还我清白 只要说他是好 他又还我清白了 说哎呀 法院又还我清白 所以基本上 这个法院好像 他也不晓得 是公正还不公正 大概对自己有利的话 就公正了 对自己不利 就变不公正了 那不管哪一党执政 大概都一样 像很多人都 会想说 我们大概在外面 很风光 然后当个法官 但是很多 反而是法官 简单官 反而不太敢 就外面说 自己是法官 为什么 然后 比如说你有这个 停车证 都赶快拿下来 因为呢 我记得 其实有一个故事 这样 就有一个人 一个法官 然后在外面被 被人家抢了 他说 我是法官 哦 这个法官 刚好平常 揍不到你 现在可以揍一顿 所以 因为我们敌人很多 因为我们 判的话 总是有一方 败数 那胜的人 都有一半人讨厌 对 胜数 有时候 我本身应该胜的 我不会感谢你 可是败的 就会说你怎么司法不公 你怎么偏颇等等 所以呢你不晓得说 你的敌人 躲在什么地方 太可怕 那如果照这样讲的话 做法官有点正义感 还有勇气 要不然怎么敢 要很低调 你两个人都不太爱得罪人 这个一定会有一方 是一方败的 所以回避不了 你不肯两边都胜数吧 对啊 所以这个从事司法工作 还真的是很难的工作 因为你总 就像我们做记者一样 你总会得罪人 那种感觉是很不好 因为谁不喜欢 谁喜欢得罪人 大家喜欢 跟每一个人关系都很好 可是至少有一半人 是不高兴的 所以我常看到 那个教授出去外面 很多学生都来 老师谢谢你 然后帮你弄东弄西 可是当法官的 去外面好像都 尽量不要说自己是法官 然后碰到人 最好是不要认识我 没错 然后你也好像 人家说世代夫无私交 你也不能跟人家 有走得太近 就像我虽然认识 我们的高法官多年 但是我也不敢 尤其他先当监察委 我就少找他 因为不想给他造成困扰 那这样其实也造成 人际关系的疏离 就没有办法跟别人 搬甘情啊 因为你是法官嘛 所以很多法官 他们的生活 是非常非常的单调 那我看 听说有些这个法官 他们到了最高法院嘛 已经到最后退休 还得优异症的 就是因为平常也 不太跟他交往 然后亲戚朋友得罪光了 那就好像 就是 到老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朋友 这样很多 所以我觉得是现在的年轻一代比较好 他们有一些漂亮的领法官 英俊的男法官 他们都很重视他们的生活品质 穿得很漂亮 然后也会想要去玩 那案子搬不完没关系 放在那边就好了 文明是晚上也加班 白天也加班 所以毫无生活品质可言 所以刚刚我们委员特别提到一个重点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说一个司法官 自己的家事都没弄好 他就不愿意搬家事案 其实我也看到很多的法官 报上看到的 就是他们自己的家庭也出问题 所以也很多很悲哀的 你也看到一些 所以我们现在回来请教一下 我们的高委员 就是说 其实我知道您在忙碌的法官生涯中间 早上晚上都看不完的 公文的卷宗的过程中 还是